1949年1月16日,傅作义以华北剿匪总司令身份签署北平和平解放协议,使解放军不发一枪一弹开入北平。 随后,傅作义被证明为水利部长,因为他是非共产党人士遭到有意刁难,看过所有文件之后不加任何批示,而由某副部长批示并形成惯例。 毛泽东曾当面问他,你在水利部当部长,是不是有职无权呢? 傅作义说,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,恐怕胜任不了部长工作。 毛泽东说,不懂你就学嘛,哪有天生的内行呢? 为此,周恩来批示大小事情,没有副部长批示,一律无效。 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长达23年,文革期间遭到红卫兵抄家。 傅作义79岁时在北京病逝,周恩来总理主持追悼会,叶剑英致到此说, 长盛将军傅作义在关键时刻霸占求和,且赫赫功勋,无人可待。